推荐经典 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l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UpJohn 2006年 エルフ推出了AVG加SRG游戏AV之王 故事讲的是男主高中生火技青石郎一面之缘的女店员林元都 居然就是学校新来的转校生 欣喜不已 准备发动公式 结果发现女主家外面贴满了追债的字条 一问之下才知道女主的爸爸欠了黑社会30万 结果力滚力已经到了1000多万 当爹的跑路了 女主现在债台高筑 天天被黑社会上门逼债 男主脑子一热 小头指挥大头 就准备把这事给揽过来 结果被黑社会一顿胖揍 你一个中学生上哪儿去还这个债去 当黑社会脑残啊 被逼无怠的男女主只好踏上了AV娱乐圈 化身男女欧 开始了自己的还债之路 在这里我先呼吁一下同学们在生活中遇到这种事 三思而后行啊 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呢 这种事怎么看都很蹊跷 一般现实中的剧本都是 网上和你聊得很热乎的白富美 突然家道中落或者家人惨遭横祸急需用钱 美女承诺一身相许 你就开始了自己的日常转账模式 切记切记 生活不是游戏 多长个心眼 警方诈骗啊 言归正专 Alf做一个AV机加SL机这种拍片游戏 属实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个题材讲真比较应景 人群极其精准 玩Galgame的和看小电影的人群 重合度有多高 不言自明 让你自己可以有机会去自导自演 收获销量得到评选 无论从内容角度还是成就满足感 都是无与伦比的体验 而且这个制作电影的很多细节 对我们这些天天埋头剪视频的up主来说 可真是太熟悉了 真是扑面而来的亲切感 在大地图上可以遇到各种事件提升自己的技能 不要以为拍小电影就是室内几个简单的场景 还可以增加外景 成品发射以后还可以充销量榜 这些元素确实都很有趣 但紧接着就是本作最要命的问题了 系统过于复杂加引导教程 太缺失 导致绝大部分新人很难上手 一方面要地图各个方面触发剧情 一方面又要解锁姿势 制作电影 有一个很详尽的上手教程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并没有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游戏是不是EARF 看A社每个游戏必有一个优秀系统支撑 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在这个领域拓展一番的跨界之作 所以这样的缺乏经验就表现得不足为奇 这么优秀的题材 新人直接被你劝退的话 你以后的系统再精彩 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类似明星志愿这类题材游戏的 自己去发唱片拍电影 获得成就满足感的游戏 受众市场永远不会小 这类题材游戏一般类型都是养成型加各种小游戏 系统最好不要太过复杂 但是本作的系统就显得过于硬核 瞬间就把玩家丢到茫茫人海中 同级生2你这么干 我们好歹还能接上误打误撞到几个妹子 但本作中这么搞 难道我们闲逛还能拍出片来不成 债台高筑的紧迫感 更容易让新人直接忧伤脚 从上所述 AV之王我给75分 题材优秀 玩法吸引人 利会 脾气很足 非常好的映射出了社会的险恶感 而且本作实用度相当高 推荐给爱好小电影和牛头人狂喜型玩家 游戏中不仅有动画OP 还联动了真人电影广告 你真是不能说 艾尔夫没在这个游戏上下功夫 但系统难上手这个问题实在比较严重 这个后果在06年的销量上反映的很明显 AV之王仅仅卖了1万份 排在当年销量榜的第74位 对艾尔夫这种级别的厂商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惨淡了 所以我经常会想 如果是A社这种精通系统的厂家 做一个同样题材的游戏 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 老话说隔行不取利 跨界还真是会扯着蛋的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